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哥哥都是好人 就是这样 是谁如此认为 正是李嘉童 一位关怀社会的天才说故事人 大学一史 关怀弱势 李嘉童就读台湾大学时 就开始担任义工 如到台大医院分发书籍给病友看 替家境困难的孩子补习等 甚至到监狱探访受刑人 后来他打算到美国念书 有名受刑人听到这个消息 忍不住对他说 我们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 不可能继续做朋友了 有没有考虑留下来 李嘉童后来表示 当他在美完成学业后 会决定回到台湾 任教于新竹清华大学 或多或少是受到这名受刑人的影响 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念书时 李嘉童遇到了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 施雷格 施雷格是完全的盲人 但他从未因失明而感到自怨自意 反而待人和善 在学术上也大有成就 令李嘉童深深感到 与其过于同情深有不足者 不如尽量协助他们自行解决问题 亲身复出 助人最乐 到了清华后 李嘉童则就近到新竹德兰儿童中心担任义工 后来到台中静怡大学任教时 又应盲生要求 开一个小时的车 到台中启明学校教他英文 直到现在他仍 我就是现在还在替这些小朋友 我替他们补习啊 就是这样 若死的小孩子他们没有签上补习班 那我就教他们英文和数学等等 我觉得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忽略了功课不好的学生 尽量地把它的功课搞好 这就是我的看法 可是不论怎么样 慢也好快也好 总是它的程度 也一定要把它建立起来 就是说 比方说你的加法要会啊 减法要会啊等等 就是这样 因为有了基本功夫 这些孩子才有再成长的机会 所以对李嘉童来说 看到可能沦落的孩子 因为自己的辅导 而又被拉回正途 那比他在学术上有一点成就 都还要令他高兴 他认为 这些担任义工的经历 都是很好的经验啊 这个能够帮助别人 这总是很快乐的事情 德蕾沙修女影响甚据 曾有人问李嘉童 为什么不直接捐钱给孩子 让他们可以去补习 而要自己去教书 她的回答是 爱的种子必须亲手撒出 这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德蕾沙修女说过的话 李嘉童效法的 便是德蕾沙修女 这样亲身付出的精神 西元1994年 李嘉童前往印度 拜访德蕾沙修女 顺道至修女创办的 垂子之家做义工 垂子之家收容的是 并为且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李嘉童就在其中 和其他义工一起帮忙洗衣 喂饭 送药 倒垃圾等 甚至协助搬运尸体 在这里 她亲眼看见了诸多悲惨的景象 但她更看见了人类的善良 李嘉童看到德蕾沙修女 毅然决然放弃了本来舒适安定的生活 走入悲惨世界 并将关怀和爱 带到人类最黑暗的角落 这让李嘉童领悟到 我们不该把自己关在高墙后 逃避世上有穷人的残酷事实 而应让高墙倒下 去看见世上不幸的人 为不幸的人服务 因此 李嘉童总是不遗余力地 投身于种种公益活动 不只亲自担任义工 还透过演讲 出书捐赠版税 成立基金会等作为 希望提供弱势族群更多的帮助 李嘉童是奠基博士 在专业领域上 有相当卓越的成就 曾获得五届国科会杰出研究奖 教育部工科学术奖等 但在理性的学术研究外 李嘉童也有感性的文笔 且他创作的每一本书 几乎都是畅销书 就其原因 或许就在于他拥有一颗 充满爱与关怀的心 因此 他的作品才能感动读者 引起共鸣吧 李嘉童的作品 多半来自于 对真人实事的有感而发 例如《车票》这篇小说 内容描写孤儿 探求自己身世之谜 追寻母亲所在 创作起源 就是因为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我有时候到 这种弱势的收容 比较可怜的小孩子的地方去服务 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小朋友 他们非常 对于这个母亲节有一点难过 因为他们往往没有好的母亲 所以就这样开始写小说 而李嘉童的文章 多半是用故事的形式呈现 这使他的作品虽然充满折思 却不显得说教 且文字朴实 与调亲切自然 姓林子 就说他的文章 让人感到暖流躺进心中 并且久久不散 李嘉童的故事 就是如此引人入胜 且能发人深省 让他获得天才说故事人的美誉 退而不休 持续复出 西元2008年 教书30多年的李嘉童 自济南大学教职退休 他说 所谓退休 是从一个正式的教职退休 不过我的工作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改变 所以李嘉童 目前仍在清华大学兼课 为弱势的孩子 进行课后辅导 并持续出书 作品除了散文小说外 还有数学 英语学习书 故事绘本 好书介绍集等 都是为了传达 他对人性的深切思考 及对弱势的悲悯关怀 而且李嘉童 也还要继续做学问 多进修 他说 人生还有太多没搞懂的东西 我要继续搞懂 不过对于未来的人生计划 李嘉童则说 我其实一辈子不做任何的计划 也不刻意编织什么梦想 我认为 人必须要活在当下 能够把现在的事情做好 已经不容易了 何况是梦想 但从他当了一辈子的老师 一辈子的义工 数十年如一日的行为看来 可以确知的是 他未来的人生 仍会为了帮助他人而付出 以自己实际的行动 去照亮黑暗的角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